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玩這遊戲叫做機動戰隊 一入遊戲有本命機師給你選擇, 很多的 每個機師都有主動技能、被動技能 各自要互相配合 有些是輔助性, 有些是攻擊性, 有些是防禦性, 有些是補血等 有很多的, 畫的圖都蠻漂亮 最後我選了這幾個 然後按確定入劇情, 看完劇情 然後有核心, 應該是裝備 好, 選完了, 進來這個教學模式 攻擊應該是整個公仔是自動的 你可以按一下敵人, 他會有瞄準 可以操控他, 全部自動攻擊敵人 你看到他基本上都是自動發炮 你可以拉一下他的技能 他會退後, 如果有時可以拉後 有時可以避一下別人的攻擊 或者你可以主動進攻 有時可能有些脆皮的東西 你可以拉回後 給那些坦一點的上前去攻擊人 每個機體有不同的被動, 防護罩 或者什麼槍等等 防護罩, 防護罩也各有不同 都相當不錯 你說好玩性會不會就是這樣呢 那不是的 除了這個Auto 你可以有個叫無傷模式 你可以親自操控那部機 可以打的 然後再試一試 這個也不是只可以用一部機 這個模式最多可以派四部機出戰 但是教學模式暫時看到一部 然後再勾死這隻大佬 可以試一試多幾部機 解說多幾部機要升等級 可能開頭未必可以解鎖四部機一層出擊 那... 說這麼容易就打爆他了 接下來看看三部機的出戰 暫時可以解鎖到三部 再高一點就能解鎖多一部 現在有三部機出戰 相當輕鬆 那你也不是說完全不用操作的 那...可能你前期 不是需要太多的操作的 因為始終... 這些...簡單難度 而且那些敵人在頭幾關應該都是比較廢的 那...基本上他自動打都OK的 但是你見到那些... 血量都是有扣度的 如果有時候弱智了自己衝上去呢 那...很容易就可以出戰 又將自己墊肥 Kenny 可能在後面的關卡需要很快的操作 或者機體不斷操作就馬上拉回後 暫時來說應該不需要太多操作 但後期來說對操作應該有一定的難度 接下來就是玩這個無雙模式 主線下面有一個無雙模式 我可以選擇一部機 要選橫屏或樹屏 上下左右方向有ABCD和連擊技 好像打拳王那樣 看看有什麼連擊技 AAB 潛衝A 怎樣怎樣 你可以看看 不理會這麼多 馬上來打試一下 看看操作怎樣 無雙模式操作有些難 有些按鍵要再調整 試一試一下 突然瞬移衝過去斬人契弟 暫時這個是第一關 那些敵人應該都是2-3刀 好應該就搞定 試一試一下 B就這樣射炮 按過幾下 會有極光射出來 暫時用B就這樣射他契弟都OK 拉後 拉打戰術 因為這部機是有防護罩 可以擋某些飛彈的 可以看到有些飛彈射過來 自己開個罩擋 出現了一堆近戰兵 看來要用刀來斬 契弟 不停按幾下 然後輕鬆鬆的就斬了 你看到地上有十字架 醫療包可以補血 試一下連技 C是突進的 你看到剛才那個 身體變成金色 是強襲 一下子衝過去人家 吐他契弟 輕鬆鬆搞定 由於第一關 就相當輕鬆了 這個玩法都頗有趣 都不錯 有那個什麼連技 OK 講完這個玩法 講一下 那些什麼抽卡 又沒有那些 抽角色 那些 他有什麼 委託 招聘 那些 比石 等於抽卡 1800 好像是十元抽 200 抽一隻 你看到有什麼 酒吧 他隨機出現的角色 請他喝酒 或者送禮物給他 增加好感度 還有其他 什麼金幣商人 那些 你可以在這裡買些禮物 可以送給那些角色 他有特別愛好 可能他 好感度 增加多些 你看到 當他 角色好感度 達到60 的話 你可以直接 好似是直接招募 那些 有些 聖誕商店 這期聖誕 那個 動 那 當然 不只抽角色 還有些 機抽 中端機 高級機 都相當之貴 但你 有好的機 你未必有好的機師 有好的機師 都未必有好的機 所以要抽的時候 都相當之多 那我看來 可能要先抽個機師 那 這裡 暫時就不抽 可能遲些看看 怎樣才 再 再抽牌 好了 那這條片 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 就是這樣 收工 就不要 沒有 就不宜 也沒有 就是 那